从明啸林出来后 要走过一段漫长的林荫路 之后你就来到了中山林的中轴县 这里的各种牌坊建筑 都是白色主体加蓝色琉璃网 你将依次走过博爱坊 之后是刻有天下围攻四个字的林门 再往后是卑庭 上边刻有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与此 中华民国16年6月1日 之后是很长的一段上升的台阶 一直通到中山林祭堂 站在祭堂前的平台上 可以俯瞰前面走过的这段路 整个中山林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 与西方建筑融合的方式建造而成 从空中俯瞰 庄严简约 别具特色 它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第一林 之后可以去音乐台喂鸽子 这里是仿造古希腊建筑建成的 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群歌起舞 很多人都会选择来这里坐上一段时间 更是小孩子喜欢的地方 哇 oh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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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去往东侧的林谷景区 它是中山上第三个大的景区 入口的附近的水池叫万公池 里面有很多屁梯鸟 它们以水上漂的功夫而闻名于是 走入景区内部 第一个门楼叫红山门 写有林谷圣经几个字 再往后走一段距离 你将看到国民革命军 阵亡将士公墓牌坊 在后面一座建筑叫无良殿 它是明朝初修建的 是原本林谷寺仅存的建筑 整个建筑全部由大砖石砌成 所以叫无良殿 现在是国民革命军林谷所在 这里的墙壁上刻满了国民革命军 北伐与抗日牺牲的众多将士的名字 还有孙中山国父遗嘱与国歌 在山脚下还有一座灵谷塔 它也是阵亡将士纪念塔 它是美国建筑师摩菲 和中国建筑师董大球共同设计的 整个灵谷景区很多建筑 都是为阵亡将士而建的 我还在景区里发现了戴笠的墓 早已被杂草覆盖 已经走不过去了 这次南京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